大家好,我是分子转入共证系统分子标靶软体的发明人胡友林 中医师经常透过问文问切来诊断疾病 这集我们就谈谈问诊中的一个项目,口渴 问患者会不会口渴,洗冷饮或热饮 对判断疾病的含热虚实有很大的帮助 口渴洗冷饮往往代表体内有热 口渴洗热饮则代表体内有寒 以下我们就举五个例子来说明口渴的表现症状 以及如何应用不同的口渴症状来判别病人的身体状况 以协助选择较为适合的药方载体 第一个是白虎加人参汤 好,那我们从Lesson Flow点开来 开新的档案 白虎加人参汤在富方药材的S 找到白 好,白虎加人参汤 这味药是用来治疗气氛有热 也就是皮肤激臭有热 病人会表现出烦躁,口渴,大汗出,脉红大 这种症状的口渴有些是由于人很烦躁 生理欲望,想喝冷水,喝大量的水,烧冷止渴 有些是由于有外感 但是服错药后大汗出或中暑热而大汗出 胃中水分缺乏 导致胃热,生热而口渴 这是一种外有表热 内阴亡精液而导致胃热所呈现的症状 再来我们看第二个,异味汤 异味汤在B,百炒方 找1 好,异味汤 一味汤,这味药适用于治疗下列的情况 如熬夜,过度疲劳,吃了不对症的药 吃煎炸烘烤的食物或感冒后一阵 导致身体细胞膜的通透性变差 而影响水分的进出 所以会有黄金液的表现 当出现黄金液现象时 病人会感到口渴,饮不休 注意哦,这是喝水无法止渴 洗冷饮,倦怠乏力,眼睛酸涩,干燥症等 使用异味汤的病人 症状看起来很像白虎加人参汤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最大的差别 这是一个问题,大家先想好 我们最后再解答 第三个,我们要讲五菱散 五菱散呢,我们可以在 上汉方十方的MU找到五菱散 也可以在S 科学中药的SU找到五菱散 上汉方十方或是科学中药的五菱散 都可以选用 这味药是用来治疗身体内有水饮 身体对水分的代谢出了问题 气化功能失常 肾脏过滤系统出了问题 所以会有口渴,小便,不利的症状 这里的口渴,病人对于人饮或热饮 并没有特殊的偏好 偶尔可能会出现喝水会吐的状况 所以小便不利是这类病人非常显著的症状 再来我们看第四种小青龙汤 小青龙汤在百朝方里头有 好,我们点小青龙汤 那在M也有看到小青龙汤 在S我们也会有小青龙汤 大家就会问那到底要用B还是M的还是S的呢 当然如果你能够用B的话是最好 因为我们之前的影片都有说过 B的小青龙汤和其他的小青龙汤差异在哪里 那当然M的小青龙汤 它有告诉你实际的剂量跟组成 你们也可以根据这个实际剂量跟组成来做搭配 好,小青龙汤这味药是用来治疗痰瘾的 心下有水气的病人 所表现的症状是咳嗽、痰清晰、口渴或呕 注意这里的口渴是洗热瘾 因为小青龙汤症是由含邪入侵造成的痰瘾症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腹子汤 腹子汤要在M 腹子汤 来,我们把腹子汤点出来 好,腹子汤 这味药是用来治疗风湿性关节炎 腰痛、被误寒、口中和 好,口中和也就是说病人不怎么会口渴 若真的要做选择的话,病人会选择热瘾 这是由于病人体内阳气、虚衰 呈现里虚寒的症状 以上所提到的几个例子都是从口渴来诊断寒热 所以切记在问诊时一定要问会不会口渴,洗肋饮或洗冷饮 另外还有一种口渴 病人喝了水,只是漱一漱口,却不怎么想吞下去 这种身体有血淤 当然诊断血淤有很多种方法 而口渴 漱水 不遇烟 只是其中之一 日后我们再详述 遇到这类病人时 可以用一些活血化淤的药 如红花、赤勺、单身、穿漆等 好了,在结束这集影片之前 告诉我 白虎加人参汤和异味汤的病人口渴时 除了大量喝水可以止渴 跟喝水无法止渴的差异外 白虎加人参汤的病人会大汗出 而异味汤的病人不会 你能分辨了吗? 我们这一集就讲到这里 影机讲师通试课程已经开始报名了 希望大家都能上官网去了解报名的细节 我们下次见